又是香港新聞的時候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近日這幾宗案件已經令人很不開心 竟然有一位男士被捕的原因是因為 他煽動或者讚揚這個荷利匯的疑犯所做的一切 還說應該效法 以下所說就是一位無業男34歲 這次真的警察做得很好 而現在警方控告他是煽動罪 煽惑傷人罪 他申請保釋但是沒有批刀 你竟然說這個人做得好 對了你現在一起跟他在小冷精神病科等報告 這位無業男 在網上亦發佈一些暴力的訊息給大家 所以現在唯有等候排期再審 現在無需答辯 亦是無法保釋 我亦都要讚賞下個官 判得很好 這次我又回到這裏報道著這麼多 如果再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留言、留言 給我這條新的頻道 因為其實我聽到這段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真的有點生氣 所以難怪林作般講話或這樣去 流落秋水 令各位多人公憤 還有反感 謝謝瞧 拜拜 拜拜